有一批货物过了时间 突然电话说 怎样卡车被小偷透了 但是也做着太阳领埃转移反 就在很奇迹般的 接到一通电话了 还有货运公司说 全额赔偿 台币差不多是35万 我是Anthony来自马来西亚金宝 非常感恩今天有这个应援上线 与大家分享一下 在做了太阳领埃转移法的一些收获 Anthony做了太阳领埃转移法 大概接近有10个月了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会持续做了10个月那么久 因为太阳领埃转移法 正如他的名字 这样子非常的领埃 就在公司的事业上 业绩上做到很大的帮助 就好比是上个月发生了一件 对公司来讲蛮大件的一件事 在这个过程中 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正所谓惯惯难过 惯惯过 如何说呢 Anthony是一个小企业家 就是中国进一些货物来马来西亚 就在上个星期 太阳领埃转移法 就化解了一些危机 就在星期二的时候 本来有应该有一批货物要送来 Anthony的公司的 但是过了时间货物还没有送来 就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说那批货不能送来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送来的那批货的 整辆卡车 那个罗里就怎样被小偷透了 那时的性情真的是可以用四个字形 晴天霹雳 这么有可能就问了 跨运公司他 你们之前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他说他公司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最多是不见包裹 不见了货罢了 不会怎样卡吃都不见了了 那时就心情非常的低落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自批货 不是前天那批比较少一点的很多的 为什么为什么 心情就无法去做转变呢 就非常感恩 然后在星期三早上的时候 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就是上个星期十九号跟二十号 我们超买一个大型活动 在早上的时候就开始邀约一些朋友 或者是一些合作的商业伙伴之类的 邀约他们出席那个音乐会 说得很奇迹般的就是 当我做了这个邀约了过后 那个心情 就突然之间好像少了很多 就比较容易转变了 就在很奇迹般的就是当天星期三 把整件事情跟太阳公公讲 太阳公公我那批货不见了 希望太阳公公拨转一下 价值一下找回那批货 我做到那个小偷之类的事情 就讲了两天就很奇迹般的就在星期三 我又就接到一通电话了 还有货运公司说 抓到那个小偷了 现在在审查中问他那批 货去了哪里了 如果货物不见了的话 货运公司通常的情况下是不会赔偿100%的 但是跟他投诉啊 跟他讲了啊 Claim很多东西啊 都也是不了了之 所以回想看这次啊 货物不见了50千哦 叫他赔偿的话 赔一半啊 相信他的老板都罢了 一个大牙齿了 所以什么可能 所以希望是能找回啦 所以非常的感恩 但是到星期五的时候就整个好像连续巨人的 哇 起起伏伏的星期五的时候就在 跟货运公司就对接一下货物怎样办呢 他说哦 还没有更新消息 还没有找到 那时就一点担心 但是在 草码里面学习知道 担心是负能量 就不要担心了 就祝福了 祝福有一个圆满交代 所以在这几天中 持续的和太阳公共沟通 也做着太阳里面转移法里面的一些 八个方法里面的方法 有什么就全部做完了 就在参加了活动回来的星期一了 过后 货运公司早上就打电话来了 他说什么吗 他说警察回复了 那批货通常情况下就是找不到了 那时就糟糕了 那么你们打算怎样去处理呢 货运公司说他公司老板开了会了 会全额赔偿100% 那时是哇 就那个心情又跌了下去 又会起回上来 怎么可能就是以过往的经验 每一家合作公司 之前一次的话不见到2000块 然后不赔给我不了了之 现在既然台币差不多是35万台币啊 既然全额赔偿了 这在这里非常感恩天地的波转 太阳公共的价值 还有导师大公无事把那么好的事情分享 给大家去学习 所以在构成中真的发现到 在学习太阳理念转移法 超码里面的方法 过后当公司的 任何事情遇上任何困境困难都好 都有一些方法 让我们守住自己的心 不要乱了先 然后才能控制那个局面 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 近来的太阳神的导师 就很多的方法 让我们自私如意 喜迎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